说了很多很好的寓意之后 其实猴在中国历史上慢慢走向下坡路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段话 养马者旧中续之 能避马病俗亦称马流 所以我们这个马流是什么意思 就是留下这个马 那养谁呢 在这续养着 那就是小猴子 据说有一个传说故事 说是这个马 就是这个猴子 经常是得这个瘟疫 然后死去大量 但是呢 如果有一个小猴子 放在马圈里养着 那么这个马经常的活动 因为像小猴子老讨厌 拔一下马毛 掐一下马肉 马腿 拍一下马屁等等 所以猴子们这个一骚动 然后呢 马自己就躁动起来 可能一活动 人生命在运动嘛 这动物也是啊 所以就不是慢慢 标肥体壮就得病了 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 后来所以说 民间认为猴能避马 马瘟之说啊 所以猴得了避马瘟这别号 那么听到这儿 我们同学们就会开心了 老师你又讲到西游记了啊 对 我们回到西游记啊 说到西游记中啊 第一次招安这个 悟空啊 当时这个猴王 还不叫悟空的啊 实际上呢 已经叫悟空了 所以呢 把它叫做什么呀 避马瘟 实际上就是管马的马官 实际上取自民间啊 就是能避难马瘟的这个谐音啊 当然后来 这个大圣知道自己的这个官员特别小啊 经常被仙女啊 或者神官们欺负 还有那个天鹏 还没摔下地上做八戒的时候啊 欺负他 所以说后来就是辞官了啊 辞官 然后回花果山当七天大圣来了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看到避马瘟之意啊 也是马 在这里边和猴的关系啊 但另外是不是真正科学我们不清楚 但起码我们知道猴的地位已经下降了 已经不是神猴了 也不是封猴拜相 马上准备封猴了 而是在马的旁边帮着他掐狮子啊 准备是避马瘟了啊 所以地位已经逐渐下降了 后来地位逐渐又下降啊 起码说避马瘟还是好的意义 还有实用价值 那么在此呢 有一句话 大家很熟悉 叫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那么说明是什么呢 真正掌权者不在 一些小人物或者底层的人 开始装模作样 当起掌权的 多于贬义 形容一个人 不自量力 目中无人啊 当然我们知道跟那个 虎甲虎威其实很相似啊 所以说 这个猴子当大王 实际上不是猴王啊 是森林的大王 有点贬义了 那么进而贬义就更多了 比如说开始杀了 当然好在还不是杀猴 杀的是谁呢 杀鸡 杀鸡敬猴 杀鸡给猴看 比如用惩罚一个人的办法来呈 警告别的人 不要犯这个错误啊 所以在此 我们知道这猴子已经都被惊吓得如此了 那么还有贬义到什么程度呢 还继续被贬啊 比如说我们看到叫做木猴而冠 什么意思呢 木猴的意思呢 不是猴子洗澡 其实实际上它指古代的一种猴子 猴猴啊 又回到西游记 我们知道有一个假扮大圣的 六尔猴啊 所以后来被大圣打死啊 那么六尔猴戴帽子啊 当然它那还是两个二头猴啊 普通的猴猴 装成人的样子 比喻装扮成一个人物 但实际上并不像啊 实际上谁骂人的话嘛 木猴而冠 在这里边 其实比喻的是谁呢 有这么一段记载 史记 项羽本记中 这样记载 韩生劝项羽都关中 羽曰 无闻富贵不还乡 如衣锦夜行 乃烧宫室都蓬城 韩生曰 人言楚人 幕猴而冠 果然 其实在史记中 我们知道司马迁史公 是非常喜欢和爱戴这个项羽的 一个落难的将军 并着乌江四文 还把他奉为帝王本纪 但是太史公司马迁 还是比较客观的记载 他自己的听文 和对项羽失败的一个客观评价 在这里就指出项羽的一个弊端 就是浩大喜观 浩大喜功 刚愿自用 那么其中一个 当时的谋臣韩生呢 劝项羽啊 要在关中建都 然后来统侠各诸侯 而项羽说呢 我听到 富贵以后 不回自己的家乡 就如穿着非常漂亮的紧缎的衣服 在夜里行走一样 一定要给别人要看看啊 不能说在夜里边行走 所以说最后把整个的 阿旁公烧掉 然后把整个的咸阳城 各种的抢劫毁掉 最后呢 回到彭城居住 所以当时的这个 韩生就约啊 我们都听说过啊 这个楚国人就像个猴子一样 戴着人的帽子 果然如此啊 是一种悲愤之极的讽刺 就说福走的君主 怎么是这个德行 是吧 人模人样 实际上呢 你说胸无大致啊 当然了 后人对项羽多有评价啊 但是我们在这段记载中 确实看到项羽这个决策 是有问题的 被人褒贬 当然更可惜的是 猴子在这个时期 已经被人 不再是神和猴子象征了啊 已经被人是 误以为就是个野生小动物 当然回到本源也不错 不要抬得太高 摔得也会很惨 当然了 到今天为止 我们也很多的一些 歇后语 也正要谈的猴子 比如说猴子的屁股怎么样呢 叫坐不住 注意啊 老虎的屁股那是摸不得的 回来咬你一口啊 所以猴子屁股 就像很多同学在教室中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一样 坐不住 经常想玩一会儿 是吧 那么猴子拿棒吹呢 狐轮 因为我们说猴子是狐孙嘛 所以狐轮 那么猴王闹天宫呢 这大圣准备大闹天宫了 大大出手 那贬义也更甚了 猴子戴手套 毛手毛脚 你说本来就是毛人 还戴什么手套呢 猴子唱大戏 胡闹台 猴子耍拳 小架势个儿比较小 猴子戴眼镜 叫做假斯文 你看这跟木猴冠相似 是吧 假斯文 猴子穿衣服 这跟木猴冠很相似 冒充善忍 说明猴子心胸很狭窄 坏人 猴子一步一步被矮化 被慢慢的贬义化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心中还有一个高大上的形象 就是我们的大圣 齐天大圣 孙悟空 通灵是猴 当然了 我们从中国文化中也看到了 猴在中国文化中的变迁 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猴 然后逐渐降到人间的富贵爵位 封猴 另外也在很多的小说中 尤其我们大家还是回到很熟悉修记中 经常被师父唐僧 或者被自己的二师弟在背后 他不敢当着骂 师父敢当着骂 泼猴 所以就是被慢慢的变成一个野生小动物 经常洗澡我们人间 包括大家在一些野生动物园 或者是自然保护区 千万别轻易的给猴子们喂食 喂极了或者不喂 他恼你 这个案件也很多 所以我们还不要忘记 心中的金猴降妖 那么此外也祝大家猴年大吉 对于猴和中国文化的故事 我们有机会且听下回分解